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今天率團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強調就是因為現階段兩岸關係不平靜 所以更需要對話 他要以行動來創造契機 而不同於前兩任市長 蔣萬安的蔣家後代身份更格外備受關注 全市陸方將以卸任元首的規格接待 播警會見上海市長公正 也傳出將與國台辦主任宋濤不期而遇 台北市長蔣萬安29號一大早抵達松山機場 飛往上海參加為期三天的雙城論壇 無論政黨政治如何變化 也無論兩岸關係是順境還是逆境 雙城論壇都持續維繫了兩座現代化城市的對話 但現在兩岸關係正緊張 大陸軍機頻頻繞台 又不斷片面禁止我國水果進口 這回的城市外交真的能好好平等對話嗎 現階段兩岸關係確實不平靜 以行動來創造契機 各位放心 我們珍惜民主 維持和平 創造繁榮的企圖心始終不變 不同於前兩任台北市長蔣萬安 蔣家後代身份更備受關注 傳出陸方將比照前總統馬英九的記組之旅 整體接待規格開到最大堪比卸任元首 不僅將和上海市長公正會面 外傳更可能跟國台辦主任宋濤不期而遇 不過這次出訪期間碰上颱風席台 指揮官美在家作戰得先做好準備 隨時做好跟台北的連線 也請李斯山副市長隨時保持密切的聯繫 靠雙城論壇大旗兩岸溝通橋樑 但大選當前與對岸的互動都將被放大解釋 這張靈敏中成為全台北採訪報導